在台湾娱乐圈百花齐放的年代,曾经涌现了很多家喻户晓的大明星,那个年代,无论是偶像剧还是歌曲,都十分受大家的欢迎,但是现如今的台湾娱乐圈,却比较萧条,而且多位艺人离世,让人猝不及防,悲叹事事无常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最令人惋惜的去世的十位台湾巨星,看看谁最让人惋惜,高兴之。 资深演员高兴之,曾在影评上以西罗七剑等长寿剧集和养鸭人家,柯女等电影镜头中留下深刻印象,不幸的是,她因肾癌并发败血症于三天前离世。 享年六十三岁,癌症的发现仅一个多月前,让她的爱人,同位演艺圈议员的琉琳,以及志友周游都未能及时道出那句心中的告别,高兴之的演技细腻入微。 无论是饰演反派女爵或是体现传统女性的温婉,她都能将角色演绎的为尿为笑。 她的毕业之作《明月照红尘》中的台词,你看,这么晚了还有电话,一定是找你的了,证明了她的演技之卓越。 然而,这位演技派的离去令人痛惜,肾脏癌病魔无情。 她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,匆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,生前的好友周游表示,14日她将出殡,希望大家能为她送上热闹的告别,她向来爱面子。 周游还分享了自己对高兴之的回忆,那些甜酸交织的往昔情景,周游哭诉道,自己已为高兴之准备后事而忙碌了一整早,并在前一夜悲伤的回忆过往。 听到这消息,我非常震惊,我们从开始拍戏便是形影不离,当时连电视台都未有成立,不论是养鸦人家还是科女。 她总是担任重要角色,导演原本选定角色给我,但最终总是由她来诠释,无论如何,周游对高兴之的记忆充满了感慨。 她提到高兴之那性格坚强,倔强的一面,有时也令她自己感到困扰。 高兴之与刘林的婚姻经历了35个年头,两人从青春岁月争执不休,到晚年的冷战静默,刘林回忆说,我们从年轻时就一路争吵到老,初始几十年是激烈的战火,后来则进入了冷战时期,生命的终章已经落幕。 情仇恩怨化作过去,高兴之生前的愿望是不设灵堂,却期望能有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。 她希望好友们能够为她一路爱好登山游水的生活,送上最后的道别。 马如龙 台湾资深表演艺术家马如龙,于6月9日因肺腺癌辞世,终年80岁。 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,是她挚爱的妻子佩晓兰守候在侧,马如龙自罹患肺腺癌起,体质日渐衰弱。 2023年5月18日,她22岁的孙子黄伯军在台南不幸遭遇车祸,急救无效不幸去世,这一痛失,骤然间使得马如龙的苦痛倍增。 6月1日,马如龙因腹部剧痛入院,诊断结果为小肠穿孔,病随后因败血症陷入昏迷,尽管在6月3日接受了液克膜治疗,但经过6日的挣扎,她终究未能战胜疾病。 仅仅在孙子逝世22天后,马如龙也跟随离世,家人因此备受打击,悲痛欲绝。 马如龙,本名黄正雄,曾是电视界的活跃分子,参与演出了《包青天》、《春天后母心》等深受欢迎的黄金时段聚集。 她在电影界的成就同样卓越,其代表作品由《猛侠》、赛德克、巴莱、《海角七号》等,特别是凭借在《海角七号》中的杰出表现,她荣获了第4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 台湾女星周小韩曾与马如龙在凑镇与《猛侠之江湖》在线中共事,她怀着感慨回忆说, 她那雄壮的气场和独特的语调,以及可爱的神态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 她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荧幕上扮演过她的女儿,并深情地说道, 马爸爸,愿您一路走好,安息吧,巴哥。 2月16日,著名演员巴哥因一线癌病逝,中年67岁,巴哥自小展露演艺天分, 年仅11岁便在梁哲夫指导的电影《泰山与宝藏》中亮相。 被誉为神童,90年代,她与蓝心梅共同主持了台湾综艺节目《鸡蛋碰石头》, 成为大陆观众首次领略台湾综艺魅力的窗口。 在她的演艺生涯中,巴哥在聚集回家的诱惑中塑造的品如爸爸形象, 也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,长风,黄金影帝长风,一生奉献于表演艺术, 跨越七十载光阴,于大年初六,2月6日在齐温馨的家中安详离世, 享年百岁,实际年龄为98,长风的女儿,长青, 在九日向外界确认了这位大师在睡梦中离我们而去的消息。 家中亲人随后发表了一封充满情感的公开信,信中写道, 父亲毕生对表演艺术的热情不减,即使在96岁高龄,依旧担当电影主演, 他对工作的执着精神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 今年春节期间,父亲还通过视频与远在美国的孙子和曾孙交流, 他赞叹孩子们的可爱,在世的最后时光,他亲吻了女儿, 并轻声告诉我们他感觉很好,我们坚信,他是无牵无挂地离开了我们。 他在天堂与母亲重逢了,长风的子女长中汉, 长青以及义子陈环浩·康凯在声明中表示, 我们会严格遵循父亲的遗愿,以简朴低调的方式安排他的后事。 如果在此过程中有任何疏忽,恳请所有关心我父亲的媒体与长辈,朋友们的宽容, 长青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我的母亲去年离世,因疫情的缘故, 她的离去并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纪念仪式,考虑到我父亲高龄, 我们早已和她商量过关于身后事的安排, 她本人希望一切从简,低调处理, 虽然最终可能无法完全照她所愿, 我们会尽力在尊重她的意愿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。 贺一航,已故资深艺人贺一航, 2019年6月3日因大肠癌病逝,如今已逝世满三周年, 一双朱迪在老公离世后,接手经营脸书粉丝团, 昨12日在脸书诉说思念之情,透露自己其实过得不好。 朱迪昨日在贺一航脸书粉丝团难过血下, 三年了,已经整整三年,怎么还是那么想你? 常常有朋友问及,还好吗? 对此,朱迪坦言,其实我不好,但是又能如何? 并随文附上一张贺一航参加聚会的照片, 虽然仅有短短的文字,但表达了对老公无限的思念。 事实上,在贺一航离世后, 朱迪都会透过粉丝团述说对老公的思念, 今2022年3月底在脸书感性地写下, 亲爱的贺博,在天上的你一切都好, 那天去山上看你,彭扶像是昨天才发生, 却已经过了一千个没有你的日子。 他坦言,这段日子很难熬,却也必须过下去, 即使身边再热闹,也抵挡不住内心的空虚跟寂寞。 但他仍继续进行以前与老公共同计划的事, 谢谢你留给我很多好缘跟善缘。 回顾贺一航和小13岁的朱迪于2008年交往, 2010年老公因欠税遭管收,朱迪不离不弃陪伴, 更替对方缴清812万元的税金, 努力跑通告赚钱。 当时在镜头前落泪坦言, 自己脑筋一片空白,不知道该怎么做, 只想到那我现在要怎么帮他, 想方设法找人替贺一航担保。 事后,贺一航未挽回信任, 甚至在岳父岳母前下跪, 并于离开看守所后立刻与朱迪登记结婚, 宣誓不乱来,不奢侈,不变心, 要乖,要赚钱,要爱你等三不三要原则, 一路相守十多年,感情相当坚定, 清荣,歌仔戏数一数二小蛋, 清荣多年前因大肠癌不幸离世, 自此之后,台湾又少了一位好演员, 清荣离世后,诸葛亮参加其葬礼, 回忆起清荣去世前, 场景不禁落泪, 清荣1992年因患大肠癌, 不幸在平安夜逝世, 逝世时仅42岁, 杨丽花曾无限追思地说, 我阿母过世后,都没入过我的梦, 可清荣死后,我连着梦见她三次, 有一次是在新戏开拍前, 我梦见她笑嘻嘻地跟我讲说她也要演, 问我派什么角色给她, 哎,我希望还真能再派的角色给她演呢, 台湾歌仔戏坠落一颗要演明星, 令人叹息,时光飞逝, 清荣已过二十几年, 但她的倩影依然常储存在戏迷脑海, 清荣是台湾杨丽花歌仔戏团演员, 在剧中是和许秀年一样, 是数一数二的小蛋, 浓眉大眼, 演起红娘之类俏皮的花蛋, 最为传神, 她眼骄纵, 有个性或狠毒泼辣的角色, 也很入味, 眼神功夺权的后妃那种心机深沉的人物, 更是一角, 她的演技喜恋, 可以说是全能的演员, 从来不挑角色, 派给她什么角色, 她都没意见, 一拿到剧本, 就认真的去揣摩角色, 去打点装扮, 许秀年不在时, 她也能称职地顶替许秀年位置, 是个罕见的好演员, 李丽华, 曾夺下两届金马影后的资深演员李丽华, 今日传出辞世, 享年93岁, 据台湾自由时报20日报道, 20日, 香港资深演员温武在联谱, Facebook, 写道李丽华今日离去, 小咪姐, 一路走好, 证实李丽华逝世, 李丽华从影40年, 拍过近140部电影, 被封为影坛长青树, 李丽华16岁, 就凭电影《三校》出道, 曾以《故都春梦》, 杨子江风云, 先后夺下第三届, 第七届金马影后, 粉丝称她为天皇巨星, 李丽华吸引后就旅居美国, 鲜少公开露面, 2015年曾来台出席金马奖, 或颁第52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, 当时李丽华就因行动不变, 由助理帮她推轮以上台领奖, 当时曾在电影《秦香莲》, 饰演她儿子的成龙, 还曾大赞她是永远的巨星, 也是永远的女神, 生于1924年的李丽华, 出身离原世家, 小明小咪, 横两岸三地华语影坛近半世纪, 李丽华曾缔造许多影坛史上的第一, 包括她是两届金马奖影后, 第一位70岁首度当歌手出唱片的华人女星, 甚至与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导演, 法兰克豹财奇Frank Bosarch合作, 在好莱坞单纲女主角演出电影《飞虎娇娃》, 堪称华人女星第一人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